努力把最适合的首都女市长黄珊珊送入市政府 黄珊珊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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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现场是五党级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的选前造势晚会 黄珊珊一进场支持民众一路热情欢迎 高喊动算 让黄珊珊相当感动 超越蓝绿不是消灭蓝绿 是希望蓝绿放下意识形态 以市民的利益为本 让人民优先 这样有很困难吗 没有 他们不断的要抓回蓝绿对立 不断的要制造仇恨 不断的要分别你我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蓝绿两党相信人民的意志力就在今天晚上 伟大的市民 你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我知道选市长是你想要做的事 你有你的信念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会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不用担心我 黄珊珊20岁的儿子也透过影片传达他支持妈妈想做的事 也说会好好照顾自己 娓娓道来对妈妈的爱 也立马逼哭一向坚强的黄珊珊 珊珊加油 珊珊不哭 希望我们珊珊的眼泪能够感动所有的年轻人 好久没有看到悠悠了 我们真的要跳脱蓝绿 让台北持续前进 我的小孩今年二十岁和你们一样我也要为了他的未来而战 年轻人站出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上台助讲也再次感谢黄珊珊 在疫情期间和她并肩作战 看到黄珊珊每天拼命为市民做好防疫 让她相当敬佩 在三级警戒期间 曾经有一次黄珊珊身体不适 晚上在医院里面打点滴打抗争素 但是她白天还是在开会 还是在视察这些防疫机构 即使我下令她强迫要她休息 她还是坚持要去工作 坦白说看她这么拼命 我都替她担心了 但是我也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拼命 因为她放不下这座城市 各位市民朋友 请你们告诉我 在这次参选的市长候选人当中 有人比她更了解台北市吗 有人比她更认真吗 有人比她更了解在这场疫情当中 既成所受的痛苦吗 为了力挺黄珊珊 多位贵宾也前来助讲 大家一致肯定黄珊珊 以市民利益为优先的理念 我们这后面全台北市的 公有零售市场的会场 今天我们要讲一句话 从以前二十年三十年来 男力完全不管我们传统市场的 今天我们大家站出来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传统市场没有这么团结过的 就因为黄珊珊 我认识珊珊差不多两年时间 不过呢 她做事情的方式 协调有魄力 然后又有同理心 再来她心中有人名 所以说她吸引我 一定要跳出来支持这个人 她送进市府 你们说对不对 对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市民才是这座伟大城市的主人 这个城市 需要的是一个 不分党派 不分颜色 没有势力 只问专业能力 心中只有市民的团队 而我相信 黄珊珊 会是这个团队 最好的COTA 而所有 伟大的市民 就是这个团队的总指挥 各位 1994年的撒卡都到现在28年了 28年 30年就是一个世代 我们怎么会将近一个世代的人 竟然无法挣脱蓝绿的纠缠 所以今天 我要拜托 所有的年轻世代朋友们 请你们站出来 好 因为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好 年轻人 站出来 拜托 所有年轻人 请你站出来投票 年轻人 你手中的那一张票 你手中的那一张票 它不是一张纸 它是一道光 请你 请你用这道光 照亮我们被蓝绿情绪勒索 无法呼吸 暗淡无光的这一代人 好不好 好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我们是彼此的英雄 一起来 珊珊发亮的未来就在手中 一步一步让未来更加光荣 整场造势晚会动算声不断 黄珊珊也与在场支持民众 一起高唱竞选主题曲《未来》 整场造势晚会热情又感动 动人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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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